Hydriger的使用 这一套软体虽然没有中文界面 那我们在制作音乐的时候 我们还蛮适合我们来做一些节奏乐的编曲 那它使用的方式 在我们需要的功能并不是很多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里是速度 每一分钟多少 120π 那这边有四个小节 那就看你自己需要的节奏是怎么样 如果大部分我们音乐是四个π 1234 那我们就在这里点就 这边是我们所谓的乐器 各种乐器 你点了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不同的音乐出来 那这边有第几个 应该是指音轨吧 通常我们现在来说一个音轨就够了 一个音轨就够了 那你要用的就是 就是在这上面点你要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点这一个乐器 它会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你需要的节奏在上面点 基本上一π就是把一个π分上下两个步骤 所以看你需要怎么样去点 比方说我们就点 比方说我们就点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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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好 这是一个乐器 所以你在播放的时候 你会听得到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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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要调速度 这边可以调速度 这边可以调速度 也可以降下来 也可以伸上去 那就这样调 调完之后 至于这边的扬声器 我们比较少用到 假设我 再来简单来点 随便再点一个 一个乐器好了 就这样子就好了 点完之后 在这个专案里面 你可以输出 请不要输出谜底 不可以输出谜底 谜底的话 你输出成 这是嗨绝者的专案 不是这个 那我们要把它输出成 输出成 输出成歌曲 输出成 WAV档 那这边有一些可以选 这个是我们的录音品质 这个是CD的 那个取样 CD的取样 我们一般选CD的取样就要4个 8bit 当你越多音质会越好 那如果你只是为了Squatch比赛 所需要的音乐 建议你就不需要到那么高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择 这个输出 那注意哦 它输出在哪里 加目录底下的这里 如果你需要在音乐里面 我把它放在 我把它放在影片里面好了 储存 这个档名你可以换 如果你只需要换档名 那我BHA 我这是测试的test点 我把它存 它就存成这样 然后export 它就会输出到我们的 刚才讲的 我们要输出在影片里面 我们就会这个 这个声音 它就会有一个音轨 那我们在Squatch里面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汇入音效 汇入你自己的 这个 放在影片里面的test 那你就可以听得到 你要的声音了 这个是 或者我们使用汇血绝来做我们的音效 最后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一个蛮适合你自己 如果你需要一个节奏音乐的时候 你可以做 那节奏音乐有快跟慢 所以看你需要怎样的tempo 比方说 蹦蹦蹦停 这是一种 还是你需要怎么样的节奏 自己去调 然后再把速度调出来 基本上你会有一个不错的节奏乐 可以在比赛中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